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是要健康 我是怡霈 今天我們攝影棚 可以說是星光翼翼 來了一對銀色夫妻檔 但是要看到他們兩個 廝殺PK 應該是只有在 就是娛樂看得到 我沒在別的節目當中看過 我們歡迎小亮哥 姿佑姐 哈囉 姿佑姐 妳們兩位是不是沒有在 別的節目當中有做菜PK過 我沒看過小亮哥有做過菜 真的... 我心想說怎麼會... 我認識他那麼久 他也沒有做過菜 我認識他們很久 他也沒做過菜是不是 那一定我們要吃嗎 我們還是要吃 而且你要多吃一點對不對 我們今天到底要PK什麼料理 今天馬上就先嗆名 給觀眾朋友聽 我們要做的料理是炒飯 聽起來很簡單 可是做起來要有創意不簡單 所以今天我們現場 要為你邀請到一位 算是全台灣最會炒飯的男人 我有 太厲害了 這個嗆出來好多人 想跟他求交往對不對 我們歡迎我們的 柯俊年 柯老大 大家好 我是柯俊年 柯老大 聽說您真的是 全台灣最會炒飯的男人 沒有... 就是比較會炒飯 比較會炒飯是不是 對 因為我當過幾次的 那個特別是我們辦的米食街比賽 剛好我都是擔任炒飯的評審長 就是名有關的 就無論是炒飯或是做壽司 肉飯 壽司這些都是我當評審長 你看到生在那就知道了 吃滷肉飯長大的了 真的... 所以今天就要幫我們來評評炒飯 看誰的炒飯功力比較強 你們兩個皮繃緊一點 對 好 當然營養的部分 就要交給我的好朋友 劉怡玲營養師 哈囉 大家好 好 當然今天這對夫妻來現場 我覺得應該是會非常熱鬧 但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講 今天我們的料理 指定的料理就是炒飯 但是比如說鳳梨蝦球炒飯 或是什麼什麼蛋炒飯 大家都常常吃 但你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竟然有人 觀眾朋友你有沒有吃過 香蕉炒飯 或者是蜂蜜蛋糕炒飯 這聽起來有點恐怖 不知道吃起來怎麼樣 賣炒飯的何其多 能炒出什麼名堂 不過這一味 香蕉蝦米炒飯 你嘗過嗎 光聽到這炒飯的名稱 就會讓人在腦袋裡思考 這究竟是什麼味道 廚師大火快炒 做法其實不難 先把香蕉乾切丁 接著把蝦米放進熱鍋內爆香 再放進米飯高麗菜拌炒 最後是香蕉乾混炒 大功告成了 香蕉炒飯 如果讓你一聽覺得很新奇 接下來還有蜂蜜蛋糕炒飯 也會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廚師把蜂蜜蛋糕切丁 然後先快炒米飯和高麗菜 藉著蜂蜜蛋糕拌炒 最後撒上了肉鬆 剛完成的炒飯 還會飄著蜂蜜蛋糕的香氣 實在讓人好奇 這兩樣創新口味的炒飯 嚐起來味道 會不會太跳痛了 有 在外面吃不到這種炒飯 沒吃過這種組合 還滿有特別的 炒飯看似在普通不過 以及普羅大眾的料理 但在廚師發揮創意之下 變化出新奇口味 也意外的贏得市場的接受度 我看完這新聞我只是覺得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亂搞炒飯 我們就吃鹹魚肌粒炒飯 會怎麼樣嗎 我不曉得創意從哪裡來 因為你說炒飯千萬種 對 很多種 但是你把那種鬆軟的蛋糕 跟那種有一點咬的這種 對 口感不對 米飯結合在一起 然後兩個味道也不一樣 而且這個蛋糕已經烤完了 你再加油進去 而且好像裡面也有高麗菜 又有肉鬆的 對 就是很奇怪 用炒飯到底是要炒那個飯 用油是去炒那個飯 還是用油去炒那個蛋 都有 都有 但是炒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油要少 然後再來就是口味要合 口味要合 我們講口味合 口味合就是說 你放進去的料 要適合這個米飯 像剛剛那個蛋糕 死都不合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吃到最後一口 底下盤子是乾淨的 是亮 是沒有油的 對 然後到最後一口 你的米飯要香 你的蛋要鬆香 對 你的蔥也要香 到最後一口都還要純著香 那才是一個好的炒飯 待會兒 因為我們今天要PK炒飯 我們待會兒在做料理的過程當中 可以請柯老大哥 我們指點一下 好 還有很多人迷思說 炒飯一定要隔夜炒才好吃 要吃隔夜飯 隔夜飯 隔夜飯來炒才好吃 到底是不是這樣 我們待會兒在做料理的過程當中 可以請教一下柯老大 但是他說炒飯 怡婷應該不是很喜歡炒飯這個東西 對 因為我們其實在外面買到的炒飯 就像柯老大講的 都是油脂很多的 所以我今天還滿期待 可以有少油的炒飯 因為少油炒飯真的比較少看到 但炒飯其實它幾個元素 在營養上面來講 第一個 我們現在其實希望養生一點 通常炒飯有時候媽媽會是 家裡晚上剩下的飯 包括白飯 五穀飯 或是說所謂的一個 譬如說 糙米飯 我們建議真的還是可以多加一點蔬菜下去 剛剛提到的高麗菜其實也滿對味的 當然可能還有其他的菜 然後另外我們希望在一些肉類裡面 蛋是最主要的 而且營養價值最滿分 所以如果給小朋友吃的話 建議真的要炒一點蛋進去 然後另外第二個選擇就是 其實炒飯如果用海鮮來炒的話 其實它的負擔 熱量相對也會比較低 像一些蝦仁 剛剛提到小魚乾的部分 它相對的它的熱量比較低 然後蛋白質比較高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概幾個營養的原則上面 可以這樣搭配 但是重點是真的油要少 真的會比較健康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做油少 而且要有創意的炒飯 亮哥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炒飯 你要用什麼來應戰呢 我這個是叫做夏威夷披薩 來 翻牌 1 2 3 夏威夷披薩 亮哥 你用的是建招 真的 你只要講披薩 小朋友全部都被收買了 講個字就洗腦 一直洗腦披薩 但是我的沙威夷披薩 上面是用飯去做的 當然 因為我們今天PK是炒飯 對 上面是有飯的 不要誤會是披薩 上面是有飯的 是用番茄炒飯以後 再搭配他們這樣子 小朋友愛吃的一些鳳梨 對 還有鮪魚罐頭那個東西 這樣搭配起來 然後再烤一下 對 這個是有功夫的 這不是隨便做作的 厲害 講得好像真的一樣對不對 因為只有姐現在覺得心情 好像沒有很爽快 因為我覺得你看那道料理 我覺得是挺好吃 但是可能是大人口味 而且這個是現在的營養度 一定要的 來 多子多尊求 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 其實現在最高檔的食材 烏魚子 你一年就可以吃到一級 小朋友哪吃得懂烏魚子 烏魚子是高蛋白質 吃虧了 我跟你講烏魚子的口味 小朋友不一定可以接受 烏魚子就是我們這種大人吃 還要配幾個高粱什麼事 我就配高粱 我們就把它做得可愛一點 然後讓它可以吸收 好一點的一個營養 但烏魚子我覺得你要小心 因為烏魚子有一個味道 如果沒有處理好 小朋友可能會害怕那個味道 沒錯 烏魚子它本身 有一點小小的腥味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它那個腥味是沒辦法去除掉 所以你必須要有基本功要夠 好 因為通常我們這節目 就是料理完成之後 要請伊犁來預測 但是今天當然我們 苛擾大來到現場 我們還沒做 只看到這兩個 你先來幫我們預測 今天誰會贏 亮哥 好歹投我一票 不要說什麼 光那個起司上去 哪有小孩子不吃起司 可是它拔住得很可愛 他還用番茄醬 而且這裡面還有番茄醬 小朋友就要番茄醬 小朋友 姿佑姐你不會不會 我有蛋 他也有蛋 他沒有蛋 有起司 我有球 沒用 好可愛 莫姐妳要不要換菜單 好可惡 妳要不是皮卡丘對不對 好 今天的四位小小評審 趕快來介紹一下 首先是 Gavin Rachel Ryan 還有Rider 今天四位小朋友要當你們 好有精神 對 要當你們兩位小幫手 各兩位 好 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 PK賽 好 首先是姿佑姐要幫我們示範 怎麼做多子多生球 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烏魚籽一片 米酒適量 白飯兩碗 蛋兩顆 蔥兩汁 小朋友吃不吃得懂烏魚籽 你看 說要看看 我跟他吃不懂沒關係 我慢慢教他 OK 從小培養他是烏魚籽 沒有 從小要培養成一個吃貨 所以一口下去就要五百 吃貨從小養成對不對 好 我派Rider跟Ryan當你的小幫手 你請他們幫你拿東西 拿蔥跟蛋 還有白飯 蔥跟蛋 跟白飯 GO 你們認識全嗎 他們一定認識的 他們很會 蛋也知道 對 蔥 蔥在哪 他們也知道白飯 Ryan 蔥在哪裡 蔥是綠色的 我們拿兩隻就可以了 好 那一把可以 一把可以 可憐 好 謝謝娘 好的 那妳要幫我拿上來桌子上嗎 我來拿好了 來... 蔥 飯 還有蛋 OK 來 蔥飯跟蛋 好 要怎麼樣處理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蛋我們就把它打散 然後飯我通常還是用隔夜 其實蛋不一定要打散 真的嗎 不打散比較好 真的嗎 可是不打散 炒起來不就會一塊一塊的 我是有時候也會把整顆蛋弄下去 然後在裡面攪 我跟你講 我們蛋把它打散 是不是全部都黃色 對啊 所以炒出來只有一個顏色對不對 是啊 對啊 我不打散的話 是不是有黃有白 對不對 不是有黃有白 不是顏色多一個顏色不是更好嗎 可好大 我有問題要發問 還有一種叫什麼黃金炒飯 他會先把蛋放到飯裡面去 然後拌一拌再炒 哪一種 這是技術差的 是這樣子 技術差是不是先把 這是技術差的 這是技術差的吧 先把那個蛋黃 它黃就是我們講金包銀 就是要先把蛋黃跟白飯 先全部拌勻 而且兩碗飯可能大概三顆蛋黃 對 然後拌勻以後再進去炒 那屬於技術差的 技術好的話實際上就是說 它全蛋進去 然後多幾顆蛋黃 就譬如說它一顆全蛋 然後多一顆蛋黃這樣就好了 然後油進去的時候趕快炒蔥 然後米飯進去 這當中大概就是三秒裡面 就要進去 然後趕快快速攪一顆 這樣是真的技術 這還真正金包銀 真的 我以為說那個什麼 就是黃色放進去 然後炒一炒感覺好像顏色很漂亮 原來是技術比較 比較不會失敗的一個作品 我們今天用的是烏魚子對不對 你烏魚子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烏魚子 你們剛剛講說會有腥味小孩會怕 我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處理物魚子處理很多年 其實它外面這個薄膜 你要不要把它脫掉 其實都沒關係 那我就要放米酒 一定要記得 米酒你用高粱其實也可以 像我就會這樣子把它抓一抓 然後有一點酒香 然後濕潤一下之後 我如果要切丁或切塊的話 我就烤大概一分多鐘 微軟就好了 但烤箱要預熱 但是我今天是要把它捏碎 所以我要把它烤得很酥香 所以我可能會烤大概超過五分鐘 五分鐘夠吧 可以 可是差不多 小小的 其實我可以教大家一個方法 小小的 我可以教大家一個方法 先把那個鍋子燒得很熱很熱 差不多要冒煙了 然後你把那個濕潤好的烏魚子 就放上去 然後用鍋鏟這樣 稍微壓一下壓一下 然後漆 你看放上去它會漆對不對 漆的時候 然後醃就起來 香味就出來對不對 好 這時候可以翻翻面 翻面了以後也是一樣 大概就重複這個時間 就是這邊20秒 那邊20秒這樣 烏魚子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最好吃的 而且還會黏牙 外面酥裡面黏牙 你們兩個是不是都很愛烏魚子 誰不愛烏魚子 我剛剛有請教了一下 都是吃貨 鍋子這樣弄其實是最好吃的 但是那個要技術 要不然你一下就抬開 如果沒有技術 你就拿去烤就沒問題了 烤一烤就好了 好 那我們就放進去烤 你就放進去烤 因為我要把它烤酥一點 蔥的話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把它切細細的 吃一個很多的綠色嗎 很多小朋友不敢吃蔥 你們有看到它是蔥 它不是蔥 它現在不是飲蔥 它現在是騙人的 騙人的 那綠綠的是什麼 這是綠色 這是草地 草地 有沒有聞到香香的味道 他們兩個都不理我 他們好冷靜 我都會利用蔥來爆香 我是利用它來爆香的 所以是 不行嗎 怎麼樣 我們要稍微有點不一樣的做法 那不然 妳要贏嗎 我一定要贏 開玩笑 說一個我老公多丟臉 那妳聽我的做法 慢慢來 聽我的做法 我跟你講 妳先把鍋子燒很熱很熱 燒到有點快要冒煙的樣子 鍋子燒很熱很熱 對 因為這樣那個飯 飯才會香 飯才會香 第一個妳一定要把那個鍋 加熱到幾乎要冒煙了 是… 幾乎要冒煙的時候 然後油放多少 像你兩碗炒飯的話 實際上我建議就是 我們喝湯汤匙的一半湯匙就夠了 半匙 那個油的量炒就好了 對… 但這時候你不能用橄欖油 因為橄欖油怕熱 對 怕熱的營養素跑掉 就是一般我們可以耐熱的油 就可以了 我們把耐熱的油放進去 大概半匙左右 然後你邊講邊做 我邊講你要邊做 對 然後再來 再來呢 半匙油 雞蛋呢 雞蛋你不要把它打散 不要打散嗎 對 不要打散… 加了半匙油進去以後 雞蛋給它倒進去 然後先拌個兩下就好了 拌個兩下就好了 這樣它是不是你看有黃有白 而且感覺有一些有凝固 有一些還沒有完成的 對… 然後有黃有白是不是多一個顏色 因為我自己也喜歡吃這樣炒的 對啊 然後那個蛋的香氣 藉由那個油脂這樣起來以後 那個香氣出來了以後 這時候你再把白飯倒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要倒白飯 然後你用筷子炒 要用筷子 對 你不能用筷子 你到底為什麼要這麼這樣子 為什麼不能用鏟子 對啊 為什麼不能用鏟子 鏟子不是比較大面積嗎 鏟子面積很大 鏟子面積很大的時候 你去壓那個飯什麼很方便 但是筷子面積比較小 所以你會炒得更均勻 因為我們炒飯主要要鬆散 要粒粒分明對不對 對 你粒粒分明的話 就是用筷子去講 你不會煮的話 你就繞圓圈就好 就一直繞圓圈 繞圓圈 你看它就可以慢慢的 跟那個淡定的 火都一直大的 沒有小火 沒有小火 那動作要不要快一點 沒關係… 媽媽手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對啊 媽媽多辛苦 你就轉圓圈就好 轉圓圈就可以了 然後你看 那個飯開始慢慢在跳舞 有…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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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這時候你看 你煸炒的時候 是不是一直冒水蒸氣 對… 所以它水分就一直喪失了 是 水分就一直喪失的時候 飯才會香 所以我要全部都挑開 才會鬆散 對 對不對 所以你火要夠大 然後已經都很香了以後 記得放一點點鹽進去 放一點鹽進去 再來 還有… 因為我們蔥有水氣 蔥植物剛切好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可以放了沒 蔥這時候放進去 這時候… 趕快再把它拌 你看水氣又爆出來了 所以蔥真的不能一開始先放 沒有啦 蔥開始放的話 到時候變焦焦就變苦味了 沒有 可是好多媽媽在炒東西 就是先蒜頭跟蔥 先下去爆香 所以…我們要相反 步驟錯了 先炒飯 因為如果你先放蔥進去 我們剛剛溫度是不是很高 對…它會降溫 溫度很高的時候 它不是只有降溫問題 它在升溫的時候會很快 而且除了蔥香 過來就是變焦香了 對 會煮苦 如果它有焦味進去 它就會苦了 了解 所以是飯先炒 差不多之後再把蔥放下去 先炒雞蛋 把雞蛋炒鬆散了以後 然後趕快把米飯放進去 拌均勻的時候 加點鹽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這主要是飲米飯的香 然後再來就是把蔥放進去 這時候都是大火 都是大火 然後如果你會翻鍋 那當然最好 不會翻鍋沒有關係 我不會翻鍋 你就繞圓圈就好 他說用筷子一直這樣繞圓圈 對… 因為你會發現用筷子煮出來的米飯 是絕對比你用鍋鏟壓出來的更好吃 了解 炒好了 你看 有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即使你放涼了都會好吃 這才是一個成功 真的 莉莉 而且不油 真的啊 而且真的蛋有黃有白 重點是它不油 對 不油 而且好香 而且我跟你講 真的 這樣炒真的比我炒得香 而且我跟你講 一定要記得一點就是 你炒飯一個成功 即使放到涼 它的蔥香 它的飯香 它的蛋香都依然存在 它好香喔 而且不容量的 而且它只有用半湯匙的油 因為我每一次 它只用半湯匙 外面的炒飯一定是超過 一湯匙以上的油 對啊 而且它完全不油 而且它的蔥香味好明顯 對 就是你一定要火 去逼那個蔥的香 然後把那個水氣逼掉 蔥的香氣流下 然後會不會一個不小心吃完 然後接下來我們 快點啦 炒飯 炒飯吃 那個炒完之後 厲害了 對 要幹嘛呢 要把它烤粗一點 因為我今天要把它弄碎碎的 你可以用一些器材 把它弄碎 那我像我會用剝的 我像我用剝的 然後就盡量把它捏碎 我再教你一招... 怎麼弄... 鋪魚子也有事 就把它弄碎就好了 我都是用那個 把它這樣子捏它 是... 來... 沒有 現在是... 現在是教大人的 現在是教大人的 一般外面你看那個炒飯有沒有 它上面或者是你吃烏魚子的時候 它為什麼好大一片 實際上它可能也三兩二兩而已 沒有到那麼大 它純粹靠它的切法 我們一般在家裡面切是不是 如果這烏魚子拿回來是不是這樣切 對不對 這樣切嘛對不對 相反一下 教你們把烏魚子站起來 站起來 烏魚子站起來 然後這樣切 這樣切 然後每一片是不是很誇張的大 對啊 很大片 對不對 你看我們去餐廳都被騙死 然後前面那個兩塊 餐廳也要賺錢 你不能這樣講 所以只要立起來切 看起來就... 對 我跟你講 接下來快過年 你放這樣驗菜 我多有麵食 你就跟他講 我買六兩的 因為越重越貴 越貴 越大片越貴 而且今年超貴的 所以看過的人不要告訴其他人 所以柯老大 把他站起來切 餐廳都是這樣在處理對不對 對 要不然餐廳也要賺錢 那怎麼辦 烏魚子很貴 是 對 對啊 然後把切碎的再拿來 放在這裡就好了 像這個切碎的有沒有在捏 碎碎的把它捏碎 所以碎的給小孩吃就好了 然後大人就吃大的這樣 大人可以配酒 這個給妳吃 我們就這樣把它捏 是把它捏碎 這個裡面會黏牙的 就是慢慢捏... 吃吃看 這烤得很剛好 好香喔 它不理我 它的皮是有點焦焦的 對 它外面酥酥的 然後裡面是軟的 裡面是鹹香 接下來芝佑姐 就把它捏捏成一個球 你就要弄成球對不對 而且像我戴手套 你覺得它會黏的時候 你就沾點油 裹上 就很像是裹麵包粉的那種感覺 對 但是它很奢侈 這個很奢侈的麵包粉 對啊 超奢侈的 對 就一球一球的 好 那芝佑姐幫我們捏這樣 一球一球的時候 我們來出題目 給小亮哥來猜猜 觀眾朋友 你也可以猜猜看 這小嘗試 炒飯經常用隔夜的冷飯 下列 關於炒飯的敘述 哪一個是不正確的呢 A 吃冷飯可以減肥 B 適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C 可以降低膽固醇 哪一個呢 A 吃冷飯可以減肥 B 適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C 可以降低膽固醇 哪一個呢 C C啊 是不正確的 不正確的 為什麼 那前面兩個都可以 不會降低膽固醇 但是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的 炒飯 隔夜的冷飯來炒 這個糖尿病患者是可以吃的 然後吃冷飯 也可以幫助減重的朋友 因為飯放冷了以後 他有營養元素是很好 可是幫助減重的朋友 也很有幫助 但是他沒辦法這樣膽固醇 真的 小燕哥果然是很有嘗試知識 對不對 恭喜小燕哥答對了 所以前面兩個都是OK的 都是可以的 對 因為其實要減肥的話 我們用隔夜的冷飯 只要飯經過冷藏之後 放冷之後 它裡面的那個電子 那個分子的結構會改變 改變之後變老化 老化相對 它就變成抗性澱粉 所以它其實變抗性澱粉 所以我們吃進來之後 我們的熱量會打折扣 大概打個7折左右 比如說一碗飯是300大卡的話 你大概吸收大概只有210大康 所以相對的話 我們如果要減肥 我們可以用冷飯 但冷飯如果再附熱 其實它稍微 抗性澱粉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還是有 所以其實像我們一般吃 那個壽司飯 那個其實也是減肥很好的一個 就是選擇 因為糖尿病人其實 我其實要講一下 糖尿病患者 他有時候會用一些抗性澱粉 來做我們的主食 可是也不能過量 因為他雖然說熱量降低 但是他基本上還是有糖分 所以還是要控制一下 但對這樣短固醇 其實完全沒有幫助的 我再補充一下 好 來 營養師講的是 關於營養方面的 就是抗性澱粉那邊 但我講的一點是關於美味的 很多人都知道隔夜飯來炒飯 對不對 但實際上這個觀念是對的嗎 不是 大家不是美食節目不都這樣講嗎 比較沒有水分 隔夜飯來炒飯 是因為它水分喪失 因為冰箱是一個脫水槽 會把一些水分拿掉 但是它只是比較好炒 不是比較香 現煮的飯去炒飯才會比較香 真的假的 所以是隔夜飯來炒的話 會比較不容易失敗 是這樣的意思 對 比較鬆散 因為水分少 所以你很容易就攪開了 難怪我每次用剛剛煮的飯來炒 我都黏黏的 糕一糕一糕 那怎麼處理呢 我剛剛不是教你用筷子嗎 是我也是用筷子 但是我就是技術不好 就是一糕一糕 火要開 火要大火 很多人就是擔心 火不敢大 會以為會炒焦對不對 對 所以你只要一直不斷 在那邊轉圈圈就好了 了解 就不會去燒焦 而且會粒粒分明 而且都不會就是水分多 了解 小撇步學起來 只有姐 你到底在我們講話的時候 要吃多少的烏魚子 我剛剛已經看他 已經吃了兩球了 我們那邊講他一直吃… 對 好 來 有啦 人家有認真做了五球 好… 其實很漂亮 還不錯 然後你再早上 你看我真的不行成本 依依幫我們分析一下營養成分 好 其實這道菜 第一個我們想說 小朋友一定要吃到澱粉類的東西 因為澱粉其實它會轉變成葡萄糖 是我們小朋友腦部最直接的營養 所以其實如果 因為這道菜實在太奢侈了 但是我覺得當點心 真的小朋友除了奢侈之外 又有營養 另外蛋是最主要的 因為要補充軟鈴脂的部分 所以炒飯一定要有蛋 它是主角 但是對我們的小朋友營養來講 也是最好的 但是建議可以 就除了烏魚子之外 我們可以加一點點的蔬菜類進去 可能相對它會在整個點心裡面 它營養會更均衡 了解 好 好 這道色香味俱全 因為我剛剛吃的烏魚子 我覺得真的好 真心覺得好吃 但是今天姿佑姐的最大敵人 是小亮哥 因為小亮哥端出披薩兩隻 我不知道小朋友 能不能接受這個誘惑 來看看小亮哥的料理 接下來小亮哥要幫我們示範 怎麼樣做夏威夷披薩 之牌有哪些呢 來看看 有蔥油餅皮一張 番茄醬適量 白飯一碗 蘑菇五朵 鳳梨罐頭二分之一罐 還有起司絲適量 好 我今天派兩位小幫手 我們的小公主 Rachel還有Gavin給你 是 先拿這個番茄醬 還有白飯 還有蘑菇 好 會不會拿 會 GO 來 番茄醬白飯還有蘑菇 蘑菇是在哪一個 番茄醬有了 番茄醬比較熟悉大家的口 還有蘑菇有拿到 白飯 白飯在哪裡 好厲害 好 一起拿回來 謝謝 厲害 太好了 好 蘑菇 白飯 番茄醬 都有了 OK 這個是很簡單 對 披薩大家都會做 但是我再補充一點 小郎哥他剛剛又耍一個建招 什麼 怎麼樣建招 他把那個蔥油餅換成是那個 那個就是我們吃的那個TACO餅 就是那墨西哥餅 墨西哥餅 墨西哥沒有半點油的 對 厲害 而且會比較脆 這個好像吃起來小朋友會有感覺 這個蘑菇也有學問的 因為這個頭不能吃 是 這個切不能這樣切 這樣會 還有那個紙頭 紙頭對不對 這樣切 有沒有 貓手 對 一刀下去對不對 慢慢這樣切 這家裡有切過 對不對 這個是有訓練過的 你平常可以進廚房嗎 不敢 老婆會規定對不對 對 我進廚房會被罵出去的 真的喔 他會罵你什麼 趕快跟我們抱怨 沒有 他沒有罵什麼 你給我滾出去 這很嚴重 你給我滾出去 對啊 很嚴重的 沒有啦 因為廚房是女人的天下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跟女人 去爭天下 你負責吃就好了 吃就好了 而且吃完還要說好吃 對 請記住 吃完還要說好吃 要不然下次不煮給你吃 對 好 我們講蘑菇切片對不對 對 蘑菇切片切好 切好 然後這個鮪魚 這小朋友愛吃的 然後我們還有搭配鳳梨 鳳梨 等一下 也是在上面鋪上去 因為酸酸甜甜的 對小朋友來講 滿開胃的 而且好吃 而且補水分 重點 最後 這個是賊 好賊 而且這個起司不能是一塊一塊的 要把它捏碎 番茄炒飯把它炒好 番茄炒飯其實 有什麼重點對不對 其實跟剛剛的炒飯 也差不多雷同的一點 就是但是這個番茄炒飯 因為番茄醬有水分 所以番茄醬它本身除了有水分 它還會黏黏 會黏黏的 它裡面有一些那個 對 比較會黏的一些液體在裡面 然後所以一定要先把米飯 先用一點點油 也是一樣 油不要太多 油不要太多 然後先把米飯放進去 然後就是先用 我們這時候就不是用筷子了 因為我們這時候就是要炒產 你希望它是有點黏黏的是不是 對 因為它等一下要放在 那個墨西哥的餅皮上面 而且重點是它上面還要炒 對 你還要炒 還要加起司 它有點黏黏的口感 是 所以我們先用一點點油 先把那個飯 先把它炒鬆炒香 火還是要大 火不能小 然後先把它炒鬆炒香了以後 準備差不多起來一天 記得加一點點鹽就好 不要太多 有加沒加也沒關係 因為本來番茄炒有鮮味 但是有一點點鹽的話 有加沒加都OK 只是讓那個飯更香 對 然後放一點點就是番茄醬進去 番茄醬你要放進去 以前稍微好像做一個 蜘蛛網一樣稍微繞一下 等一下你翻的速度 沒那麼快的時候 它也會比較均勻 你不要只有一坨放在一個地方 這樣你旁邊那邊白白的 要去弄均勻的話很難 有點累 就是這樣繞 繞一下 就有點像我們繞一個圓圈這樣 然後聞香那個樣子 稍微繞一下 然後趕快趁熱用 因為它一定要速度快 所以你用筷子的話 它速度比較慢 所以你就用鍋鏟 趕快把它每一個 趕快兜過來 趕快把那個番茄醬兜緊以後 然後大火把那個番茄醬 那個醬香逼出來 逼出來的時候 每一個米飯都裹上金黃色 這個紅顏色的番茄醬 裹上去很漂亮的番茄醬 裹上去這樣就可以了 了解 這是墨西哥粉皮 我們剛剛炒好的飯 是長這樣對不對 對… 飯 因為它有點黏 因為它就是要黏在那個餅皮上面 所以那個要有點黏 因為藉由那個番茄醬的 那如果用那種新鮮的飯 會不會黏度更好 新鮮的飯也可以 但新鮮的飯 因為它要有一點滋味給它 因為本來那個餅皮會比較乾一點 因為餅皮我們剛剛 我看小浪哥他是 沒有放任何油 就是把它兩邊繞一下而已 對 好 這個飯放上去以後對不對 所以其實姿佑姐的炒飯 跟小浪哥的炒飯 兩個不一樣 這個是安鬆散 對 然後這個是要有一點點黏度 我們剛剛的鮪魚就放上去了 然後現在香菇片 我們也放出去對不對 對 好 最後就是這個起司 你來灑好不好 我們把起司灑上去 你也抓一點 這樣抓起來才好吃對不對 對 好的 觀眾朋友一起來猜猜看 炒飯最怕沾黏 下鍊哪一個動作 沒有辦法防止炒飯時米飯沾鍋 A 飯分批炒 B 油加多一點 C 冷飯半開 炒飯最怕沾黏 下鍊哪一個動作沒有辦法 防止炒飯時米飯沾鍋 A 飯分批炒 B 油加多一點 C 冷飯半開 分批炒 分批炒是吧 恭喜 C跟A都是答錯了 答錯了 怎麼這樣子 對 答案是 竟然是油多加一點 沒有辦法防止炒飯時米飯沾鍋 師傅為什麼 油不是多一點它不會沾嗎 沒有 油多一點也是會沾 只是在於你 油多一點 實際上是好滑開而已 不是無關於沾黏 油多一點是讓那個 米飯泡在油裡面多 容易滑得開 但是它一樣會沾 反而更會沾是 反而更會沾 因為你那個米 你如果把它壓成已經米 米的形狀已經有點分開的時候 它變成澱粉的時候 它是更容易扒的 下面會變焦 對 更容易焦 所以如果是飯分批炒的話 有辦法幫助對不對 對 飯分批炒也可以 然後冷飯 剛剛本來就講過 冷飯本來就比較好炒 而且它比較不會沾 你油多的話它濕潤多了 你不好翻 它反而更容易沾 可是我們就是如果用頭腦 簡單的去想這件事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油加多一點 是不是它就 滋潤它就不會黏在一起了 大家小知識小嘗試就學起來了 接下來亮哥就要把剛剛做好的披薩 放進烤箱去烤了對不對 對 這個披薩放進去要烤10分鐘 10分鐘 大概200度的溫度量10分鐘 10分鐘過去之後 這個太賊了啦 做披薩喔 做披薩 有一點烤焦的會不會 有一點焦香焦香才好吃對不對 對 吃啊 厲害 你們都有幫到忙對不對 不要說好吃喔 好有這樣買票的 你幫我們分析一下營養成分 我覺得亮哥這個真的是不得了 因為剛剛那一道是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它其實它裡面 包括還有澱粉類的東西 然後它有放魚 其實也可以放一些海鮮 因為像我們那個夏威夷披薩 不是都會放蝦子嗎 對 那就有提供 很優質的蛋白質的來源 另外我覺得放鳳梨 倒是真的不錯 因為有些小朋友如果吃了一些披薩 或是餅皮類的東西 它比較容易脹氣或消化不良 或者是說那種吃一些 比如肉類的東西 比較難消化的話 鳳梨酵素其實可以幫助蛋白質 比較好消化吸收 所以這一道如果家裡有老人家 想要吃的話 我覺得放鳳梨真的是一個絕配 然後它又讓這個披薩 又有一點甜甜鹹鹹的口感 又增加小朋友的食慾 所以我覺得這一道營養真的還不錯 評價很高 只有姐在不開心了 好 不過今天我們為了要增加看頭 而且我們今天柯老大也來到現場 怎麼可以不露兩手給大家看看 我們今天有加碼 等一下柯老大要幫我們示範一道炒飯 叫做烏漆媽黑炒飯 聽說超好吃的 來看一下 好 接下來柯老大要幫我們示範這一道 烏漆媽黑炒飯 為什麼要叫烏漆媽黑 我們看看食材就會知道究竟了 烏漆媽黑炒飯有用到的食材 再來是白飯兩碗 雞蛋兩顆 去骨的雞腿肉一支 蔥兩支 純黑芝麻粉 這就為什麼叫烏漆媽黑 是麻 芝麻粉的麻 綜合堅果一包 芝麻油兩大匙 醬油一大匙 胡椒粉二分之一小匙 這個我倒沒聽過 滿想吃吃看 因為這是我發明的 這是你發明的 對 而且這一般來講 我會在夏天的時候 特別煮給我小孩吃 真的 為什麼是夏天 因為夏天小孩子不聽話 偷吃冰 身體會太涼 太寒了 你說夏天叫他吃麻油雞 是不可能的事情 小朋友也會吃麻油雞 你說現在冬天冷得半死 吃麻油雞他願意 但你夏天叫他吃的時候 他絕對不願意 因為大家都知道麻油雞是燥熱 讓身體比較暖和 但夏天要亂吃冰的時候 反正身體太涼了 反正什麼比較對腸胃什麼不好 所以我就會炒一個炒飯 然後裡面就是用一點小心機進去 第一個我用黑麻油 你看現在我這邊有黑麻油 我用黑麻油來做 你黑麻油用這麼一點點 可以炒這麼多飯 可以 雞蛋兩顆 我這邊大概三碗飯 兩三碗飯 然後雞蛋兩顆一樣 雞蛋兩顆 我會加一個雞腿肉 因為炒飯是 放進去嘴巴的東西 不會再拿出來 所以一定要把骨頭都去掉 去骨雞腿肉 把骨頭都去掉 它這樣一口一口這樣順進去 然後白飯放進來 然後再來重點來了 炒好了以後 最後就是加黑芝麻粉 黑芝麻粉 所以叫黑麻麻烏七麻黑 黑麻麻烏七麻黑 就是黑麻麻 黑麻油跟黑芝麻粉 所以它的蓋質是很高的 了解 蓋補貼 對… 所以我們家小朋友也跟亮哥一樣 小朋友一樣都很高 也是一樣都很胖 壯壯的 對… 然後除了這些以外 我還會給它一個優質的東西 叫做綜合堅果 厲害 再給它一些優質的油脂給它 其實已經用了三種很好的油 對 它把它 而且這個顏色 它裡面其實 這個堅果裡面蛋白質滿多的 對 其實補鈣 補鐵 然後又補蛋白質 又補妹 怎麼做呢 是不是 我跟你講 我們鍋子燒熱 一樣 一樣 鍋子燒熱以後 幾乎快冒煙那個樣子 然後我們先把胡麻油放進去一點 然後這邊兩三碗飯的這個 大概也是一樣就是 半瓷多一點點的胡麻油就好了 因為胡麻油是對身體很好的 然後一樣先把蛋倒進去 然後炒散 蛋一樣不打勻 一樣不打勻 就兩顆就直接進去就好了 然後把它炒散 炒散了以後有白有黃 對 然後再把雞肉放進去 其實雞肉可以先炒 炒了以後雞肉不要炒太熟 大概就是外面還 七分熟 對 六七分熟 因為外面還有一點點那個 看到生的樣子 但是已經都凝結起來了 這時候我們再把蛋淋上去 雞肉如果全炒熟的話 等一下雞肉就會乾柴 就硬邦邦就不好吃 還有 這時候把蛋炒鬆了以後 再把飯放進去 這時候雞肉釋放出來的汁有沒有 被我們飯吸了 對 就是雞油的味道 對 香氣 除了跟蛋的香氣以外 那個每一顆米飯 你看那個米飯到時候 它呈現的顏色 它就有一點黃色 它就不是白色 對 它有一點黃色 就是因為它吸了雞肉的湯 對 吸了雞肉的湯 然後炒完了 炒香了很鬆散的時候 然後記得撒一點點鹽 醬油 醬油 這時候是用醬油 是 因為我們用芝麻油的東西 不能用鹽 對 用鹽的話會增加它苦澀味 會苦味 所以我用醬油 醬油一定要記得就是 淋均勻一點 然後速度很快的把它弄均勻 然後撒一點的黑胡椒粉 因為我們家小孩子 有一點喜歡吃胡椒的味道 胡椒它不是只有辣 它是香料 所以它有香氣 然後再一點鹽 拌均勻之後 最後… 快起來了 烤炒快好了 已經夠香了 這時候我跟你講 黑芝麻粉 這黑芝麻要純黑芝麻粉 你不能去買那種 人家芝麻糊用的那種 因為它裡面有其他的澱粉 還有糖分存在 它有勾芡的那種東西 所以你要買純黑芝麻 你就是黑芝麻去抹粉 你這樣單獨的黑芝麻 那如果說家裡 我們本來就有黑芝麻的話 你就直接用黑芝麻去抹粉 也可以 那黑芝麻要先炒香嗎 要 我覺得現在便利商店很方便 你去便利商店買 買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這時候趕快要起過了 黑芝麻灑上去 那個芝麻香馬上就冒出來 然後拌均勻以後 現在差不多好了對不對 好漂亮喔 我是發明除了給我小孩以外 也可以坐月子的人吃 我可不可以先吃吃看 等一下 妳要吃以前 先等一下 等一下 要幹嘛 後面要 下面要加 上面要加堅果 對 我加點堅果粉 然後妳有一點堅果上去 會更棒 你看 看一下這一道 厲害耶 來… 我跟妳講 妳要複絲複絲 反正一碗吃掉 我跟妳講 我說 柯好大 妳可不可以每集都來 這樣妳做的料理我就可以吃 他們做的PK我都不能吃 你看 這種起司放涼的都很好吃 對 都很像 這個飯現在已經是 對 對 已經放了 但是還是很好吃 因為它的那個胡麻油的香氣 完全都跑出來 重點是 它上面加了那個堅果 還有黑芝麻粉 對 我們要把那個水分跑掉 所以它才會鬆散 才會香 然後妳出來的時候 妳就稍微把那個芝麻粉 或者什麼稍微點綴一下 像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一道 真的不是減肥料的 對 不油 原因是因為真的是會越吃越多 但是不油 這會胖 它完全不油膩 它香氣很重 我吃不久 我跟你講 平均一個人大概吃三碗 是很正常 真的 這個不能減肥 這會越吃越多 好 謝謝我們柯老大加碼 幫我們示範的這一道 黑芝麻黑炒飯 接著下來 我們就要來進入正式的PK 亮哥今天用 夏威夷Pizza要來迎戰的是 姿佑姐的多子多孫球 到底誰會獲勝呢 好 到了試吃的時間了 那我們就先來吃這個烏魚籽 好不好 先吃小碗的 玻璃碗裡面的 玻璃碗裡面的 開動 開動 你的湯汁怎麼不見 那你用這個好了 好 開動 可是人家害我 給本機吃完了 他吃完了 表演吃一粒米 他也是吃一粒米 他一粒一粒多子多孫 慢慢吃到一粒多子多孫 Vachel妳吃大口一點好不好 好 妳好乖喔 好 妳好推走 好 他把他推走了 真的 好 你好乖喔 好不好 他把他推走 好 他把他推走了 好 吃大口一點 好棒喔 好 那接著下來 來 我們就換吃披薩了好不好 還聞一下 還先聞一下 對 先聞一下 以後 以後是美食家了 真的 要先聞一下 比吃貨還好 比吃貨還厲害 要先聞它的香氣 可以拿起來直接用粽子 先來柯老大幫我們預測一下 因為剛剛是還沒有 兩位都還沒有做料理的時候 我請你預測 你預測是小亮哥會獲勝 但你剛剛幫我們試吃之後 你覺得這兩道 你維持原樣嗎 我維持原意不變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林姿佑做得太高級了 是適合給我吃的 我們這種吃貨 對… 對 適合給我吃的 尤其吃完日本料理以後 最後來的澱粉 如果是來一個 烏魚子的飯糰 對喔 對喔 這是我吃的 我們家從小就是吃這樣高檔食材 一定有小康的東西 這是我跟林肇雄吃的 我們家小孩小時候 沒有吃過什麼叫漢堡炸 沒有 都是吃在很精細細節的 但是現在的小孩子來講 尤其亮哥剛剛講過 他除了營養搭配均衡 他把那個餅皮也換了 不是蔥油餅 他從他們家冰箱 偷了林肌肉的那個墨西哥餅皮 墨西哥餅 對 你就用蔥油餅就好了 你偷我的幹嘛 然後 全部吃完 然後還有他的飯是濕潤 濕潤是外面酥 裡面在上面那個起司 烤得又酥 中間咬下去是濕潤的 這不贏才怪 真的 真的假的 等一下 但依林你也這樣覺得嗎 如果是我當然會選烏魚子 因為他整個烏香氣是真的十足 但是每次我只要預測 大人一樣的味道 通常都會輸 對 如果你是小朋友的觀點的話 你真的覺得是亮哥會贏嗎 對 因為他整個起司味超香的 然後蓋過那個飯乾乾的味道 其實他的整個起司還有鮪魚 其實讓飯整個味道超香的 對 它還加了濕濕的鮪魚 對 濕潤的鮪魚 所以他飯也不乾 餅皮也是脆的 可惡 所以我覺得披薩 你看自由姐靈有多臭 對啊 他臉超臭 我們馬上就來看看 到底會不會是一面倒子投票 來 Gavin 你先來投 右邊是披薩 然後左邊是那個一顆一顆的球 請投票 來 換Ryan Kevin 你吃最好 好 請披薩一跳 來 換Rachel Kevin 對你投以抱歉的眼神 你想要最後一個 好 然後換Rider 來 對 他兩個都吃得很快 對 右邊是披薩 左邊是一顆一顆的球 你選好了嗎 好 你投票 從小就是個吃 對 從小就是個吃 來 換Ryan 換Ryan 你選好了嗎 選好了 好 那你幫我投票 GO 太明顯了 這個非常不意外 她的那個飯就是吃一粒而已 就把它虧掉 Pizza全部吃光 而且她就這樣慢慢的往前面 好 這個換Rachel 會不會平手呢 有可能三比一 選你愛吃的 選你喜歡吃的 選你喜歡吃的好不好 好 請投票 我很意外 竟然Rachel會選那個 我以為她會被披薩片 而且她真的兩個都是吃一半一半而已 雖然現在是平手對不對 我們要把最後這個關鍵性的一票 再回到以李身上 因為我們還是要分出個勝負 假設這邊兩邊都是平手的話 以營養價值來說 以營養成分來說 哪一個對小朋友比較好 這好殘忍喔 姿勢姐 很抱歉喔 我一直都會營養嗎 那麼多軟 我可能會投資 真的假的啦 為什麼 因為其實烏魚子 它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確實鹽分有一點點高 它裡面又比較沒有所謂的 優質的蛋白質的來源 對 以小朋友來講 這道Pizza 媽媽可以做變化性更多 她今天用了鮪魚對不對 然後又用了那個 我們這邊起司的部分 起司稍微可以補一點鈣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小燕哥心機很重 她是把餅皮換掉 對 如果她今天用蔥油餅 我就不會投她了 對 因為她知道妳會來啊 對 因為蔥油餅的油脂 非常非常高 也不太適合小朋友 所以她其實如果媽媽真的要做 可以學小燕哥這個 用這樣子的餅皮 她又酥又脆 油脂又少 其實我覺得今天姿佑姐 跟小燕哥做的都非常好吃 但是我個人認為 因為我剛吃了三道之後 我覺得各位媽媽們 你一定要把這個 夫妻媽黑炒飯學起來 因為柯老大那一道料理 對 真是厲害 好 大家一定要學起來 謝謝我們今天三位來賓 謝謝營養師 也謝謝四位小朋友 就是娛樂 下次見囉 拜拜